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分享 世事记 我还是要鼓励你 打开圣经 不管是你是用手机来读相 你是用网路来读圣经 或者是你是纸本的圣经 都非常好 关键不是工具 关键在要读 一起读圣经 我们在读世事记的时候 真的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榜样 也有非常多的见解 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功课 有很多我们被提醒说 千万不要重蹈别人的负责 所以求神神帮助我们 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好吗 这段时间我们读到世事记里面 在第四章在这里面讲到一个女的试师 迪伯拉 在她身上有很好的学习 关键不是在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关键在她生命的一些特质 比如说当神呼召她的时候 她没有推三组四 她就去就位 一旦就位 神的权柄就显现出来 神要把你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 你不要推三组四 你去就位 就会有神的权柄显现出来 而她也不会独揽大权 当神说去找另外一个人 一起来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 她不会说 不是用我吗 为什么又找她 她不会有欲量情节 不会寄生了周瑜 为什么又找诸葛亮 不是 她没有 以至于神可以更多使用她 我再说 神用迪伯拉不是因为她是女的 神用迪伯拉是因为她个人的生命 神用你和我 不在乎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老的还是少的 上帝都可以用 但是我里面有没有预备好 我自己有好的生命特质 是神可以使用的呢 在迪伯拉的身上 里面他把巴拉 这个男人找来 他没有嫉妒 他说神说怎么又要用他 他把巴拉找来 而且宣告神的话 他对巴拉说什么呢 他不是说 我给你机会 我用你 你要跟我配合 不是 他说 耶和华神怎么说的 上帝怎么神说的 他说上帝 我必使你们的仇敌 能够把他交在你们的手中 是上帝 他宣告的是神的应许 神说我一定 我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这是上帝做的事 他没有对巴拉说 这是我的计划 这是我的规划 这是不是不是 是上帝 他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 你也是一个领袖吗 你会愿意把那些跟你同工的人 带到我的面前 以至于他们服我 他们听我的 他们顺服我 还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使他们和我一起 服神 听神 顺服神 底波拉真的有很好的榜样 以至于人要抓住的是 神的应许 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不是我这个站在领袖地位上面 这个人的我的努力 我的能力 我的 我的旨意 我的想法 求主使恩帮助我们 把每一个在你旁边的同工 都带到上帝的面前